飞机落地 一箱箱货品 警力戒备下 分送物流中心 首批AZ疫苗 在3月3号上午 载运来台 接着就展开封肩检验 目前进入最后查核阶段 指挥官陈世忠透露 下周有机会开打 当然问说有没有机会 当然是有机会 检验就在 照正常程序进行中 那实药署他们检查 高约中间就给我们报告 然后第二 医护人员目前来讲 我们从我们自己 内部的调查看起来是还好 原本传出医护打疫苗的意愿不高 陈世忠上周和3000多位医护开会 有七成表示愿意接种 而疫苗开打之后 防疫新生活可能又会松绑 美国疾病馆之中心 公布最新防疫指引 如果民众顺利接种完疫苗 就能脱下口罩在室内聚会 未来台湾也可能比照万里 不过专家表示这个方案 目前在台湾不适用 美国现在打的疫苗 绝大部分是 9成4到9成5的 保护效果的疫苗 那台湾就不一样 因为台湾目前拿到的疫苗呢 像AZ呢 它的效果大概就是六七成 如果我们拿到两支都是七成的 那就会有一点风险 除了疫苗保护效力不够完整 施打之后也会有空窗期 澳洲卫生部长杭特 7号才接种新冠疫苗 但9日就爆出疑似感染 因为打疫苗之后 多半需要经过两到三周 才会产生保护力 看来想脱下口罩 没那么容易 要解禁口罩呢 基本上你要等到台湾 至少你要达到 群体免疫的量 也就是台湾的本国人呢 你只要达到七成到八成 那你像才有可能达到 群体免疫 那这时候解禁口罩 才是一个时机 那当时还要再参考 当时的国际的疫情状况 台湾想达到群体免疫 需要至少1500万人 接种疫苗 想拿下口罩解除禁令 恐怕要等到明年了 欢迎新闻张家宝陈丽婷 开北报道